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穿着深蓝色外套走出派出所 她就是45岁何姓死者的老婆 面对媒体问话不愿多谈 在亲友陪同下快步上车 因为她可能万万没想过 丈夫早上开车送小孩出门上课 竟然成了最后身影 被枪杀倒在社区楼梯前 刚买完的早餐来不及吃 饮料就这样子掉落在地面 只是死者一家人平时相当低调 附近邻居对他们也是不太熟识 很少听到我住那么久 那个是已经新办来的 但我现在不晓得 检望调查45岁的何姓死者 和妻子育有两名小孩 老大读国中最小的女儿读小学 已经在别墅区居住十多年 一家人也和岳父岳母同住同社区 除了是咖啡豆贸易商之外 还和哥哥分别开了一家 医疗三观产业的公司 批发西药以及医疗器材等 两家公司地点都相同 警卫说几乎没看过死者出现在公司 只有几天前 死者哥哥还曾经来签收包裹 两兄弟疑似承接父亲事业 警方进一步了解 发现他们2015年曾经因为进口药物被逮 但最终被一持有二级毒品罪 还起诉处分 所有东西被没收 这回死者遭到枪手 行刑事枪击 和过往经历有没有关联 恐怕要警方抽丝剥茧 查个仔细 TV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